大致上这样就完成接菌的动作 在吴菌工作台调制光合菌 内浦乡冬片社区花农江福会 是踢广光合菌的农友之一 他自从在园里试用光合菌后 发现光合菌可有效地防治作物的虫害问题 喷咬时间拉长 减少约七倍的用药量 以前我的黄椰子最怕就是 那个下雨的时候会有很多那个碳菌 那碳菌长起来就叶子就一点一点黑黑的 然后这个卖相就不好 那后来发现用光合菌之后呢 碳菌变很少 然后第二个最明显的就是 以前大概两个礼拜就要喷一次化学农药 那现在有用光合菌之后呢 我的时间就拉到剩 拉到六十天才喷一次 江福会对于使用光合菌的成果非常满意 决心奉献所学推广光合菌 他能以有效且友善大地的方式栽培农作物 以应对农村劳动力流失与农民年龄老化等问题 他使用光合菌的心得都被记录在 平农县政府发行的光合菌引路人心得手札一书 书中介绍了二十位农友使用光合菌的心得 要让更多农友认识这项生物防治技术 因为我们去年开始推微生物资裁以后 会发现说其实很多的农民在用了这个光合菌以后 其实大家都有一些的经验 然后也有一些好的案例 我们希望说不管是透过农业的耕种 或者是一些养殖上的使用 希望把大家的那个经验能够更分享给 其他还没有使用过或者是不认识光合菌的人 所以我们才会出了这样子一个手札 为推广生产友善安全食用的理念 平农县政府在109年成立为生物菌种资裁培养推广中心 传授光合菌结合其他异菌的生物防治技术 并集结农友使用心得 推出光合菌引路人心的手札 介绍如何利用光合菌 让土地在生产与修养循环之中取得平衡 为了方便民众阅读 农在办公室也将纸本书及电子化 有兴趣的民众可上FB搜寻 屏东县农村再生社区平台 阅览更多精彩内容 了解使用光合菌的好处 屏东新闻张如意刘建荣采访报道